柯文哲現在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這個民眾黨裡面的明星喔 在檯面上我們所謂的 從政政治人物來講 明星太小 他現在等於是只有兩個棋子 一個是黃國昌 一個是黃珊珊 那如果沒有這兩個人來講 民眾黨請問一下其他立委 有比他們兩個紅嗎 這樣講好了 他們現在中央委員們 其實心情很複雜啦 怎麼複雜 我簡單講啦 他們當然也知道說 這幾個委員當然也知道說 其實快刀斬亂麻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把黃珊珊給砸了 可是現在很簡單的問題是 你把黃珊珊給砸了 之後衍生的後果是什麼 就沒有人了嘛 民眾黨最大的關鍵 他的內部的實際的狀況 窘境就是他們沒有人才 他們沒有一個更適合的 你幹嘛 黃珊珊如果持續立委 接下來後面9到16名 如果其中一個女生 要上去逮捕他的位子 那問題是那個名字 你叫得出來嗎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 現在也還在官方上 他還在官方上 你懂我意思嗎 他沒有辦法做決定 那旁邊的人一定很在 一定會跟他講說 主席其實 珊珊沒有錯啦 錯的是這個端木正 所以你看嘛 就呼應到了嘛 前一年記者會 他們一開始把錯誤的導向 導向誰 端木正 隔一天 馬上 隔兩天馬上告誰 告端木正 所有的錯都不是民眾黨的錯 都是斷木正的錯 不然沒有這些人 柯文哲你什麼也不是啊 我必須講啦就是說 我覺得黃珊珊 等一下我問祈恩的這個想法 我覺得黃珊珊的這種講法 他是謝哲啦 因為該怎麼講呢 他說什麼 選物繁雜 財務工作有過之為不及 總計18萬筆的款項難以想像 18萬筆是小額捐款 那人家捐款進來 你找那個記帳的 去給你記下來嘛 那你們花了錢 花了這些大筆的金額 你要過目嘛 多少錢 都百萬以上 難道你總幹事不看的 你是你是郭台銘 郭台銘也會看兩眼吧 你怎麼可以用這種選物繁雜 怎麼怎麼難以想像 然後全署分工各司其職 相互信任 卻難避免外部風險 這什麼外部風險 就是你內部的這個自己 叫什麼內控失靈 你總幹事不用負責任嗎 你這個避重就輕講這種話 做成這樣子 然後那個協力廠商 不好意思我先罵一下 罵 好好罵 協力廠商演你找的 什麼那個叫什麼戴艾玲 還是戴佩玲 還是戴什麼玲的 戴麗玲 戴麗玲 不好意思 這兩個是歌手是不是 戴麗玲 戴麗玲那個什麼 尼澳 時樂 這兩間公司都是你的姊妹濤 戴麗玲對不對 就說好現在說不管是不是姊妹濤 你一找的嘛 你跟協力廠商中間有什麼糾紛 那你們自己私下瞧一瞧嘛 內部的這個帳戶 那有什麼問題也私下解決就好了 搞到協力廠商去訴諸這個媒體人 訴諸媒體去爆料 去找康仁俊 找康仁俊爆料怎麼不找你黃珊珊呢 他跟你溝通是有什麼問題 是因為找黃珊珊沒有用啊 對所以你不用負責任嗎 你是總幹事 你怎麼會弄到協力廠商 跑去把你這個包給壩出來 你還這個 我拜託我不是民眾黨的 但我都替民眾黨的 生氣氣怎麼可以這樣 你怎麼講話那麼不負責任 是不是錢 你說不負責任這一塊嗎 沒有啦我覺得黃珊珊 我覺得與其透過臉書直接 就是還講說 說我們就是這個致欠申請啊 積極配合調查還原事實 感謝大家關心 我覺得大家關心的是什麼 就是從他們第一場記者會 就是禮拜一 前幾天禮拜一的記者會到現在 除了李文中之外 我再次強調 除了李文中鞠躬道歉之外 柯文哲 黃珊珊 或者是陳志涵 這幾個人都沒有當著鏡頭前面 跟著小草們 這些失望小草道歉 那這樣的做法 其實對小草來講 他們其實非常的惶恐 以及不安的 你懂我意思嗎 就你透過這樣臉書其實 對啦文字確實可以感動人啊 但不好意思你是黃珊珊 你不是柯文字 你這樣就被感動了 我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要講感 我是說如果要講感動 這些事情來講的話啦 我覺得黃珊珊透過文字 是沒有辦法感動的啦 那當然現在時時時刻來講 你說你一個性選總幹事 你不負責任我覺得 你說他有沒有負責任 有 但負了這個責任 我覺得說真的他必須得 他負了什麼責任 他其實他的負責任就是說 我們現在開始在調查 然後我們開始在做 後續的檢討以及處理 但實際的該負的責任是什麼 我們所謂講的政治責任 這也是大家最近非常關心的話題嘛 就是講說啊 那你黃珊珊你要不要乾脆 把立委也辭去 對那很多人講說 那如果他辭去立委之後 那他就等於是跟民眾黨就脫節了嘛 那後續的這個責任歸屬 該怎麼樣來追究 沒事啦 可是問題又來了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覺得這東西就是難 就在幫這個黃珊珊擬稿嘛 因為黃珊珊今天下午 中平會一開完之後 他面對媒體鏡頭 他講的說法是什麼 我們先釐清責任 辭不辭立委 不是只是很單純個人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對他來講 兩個層面嘛 第一個層面來說 他也不想要辭去立委 他難得當上立委 2016年那個時候 民進黨你讓他 讓他當上的 小英女孩 對小英女孩 好港湖區給你選 好你沒有上 好那是你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呢 他難得進到了立法院 他難道會說我要退就退嗎 這也不可能 再來是柯文哲 現在面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這個民眾黨裡面的明星喔 在檯面上 我們所謂的從政政治人物來講 明星太小 他現在等於是只有兩個棋子 一個是黃國昌 一個是黃珊珊 那如果沒有這兩個人來講 民眾黨請問一下其他立委 有比他們兩個紅嗎 沒有嘛對不對 你必須要有這兩個人 可以殺在前面的 才可以打擊政敵嘛 不然沒有這些人 柯文哲你什麼也不是啊 好來那個所以祈恩 你講的可能是一些原因啦 就是中評會我們再來討論啦 那就是中評會為什麼沒有處理黃珊珊 你講的就可能就是說民眾黨 現在內部也沒什麼人能夠扛得了 這個大局的 這樣講好了他們現在中央委員們 其實心情很複雜啦 怎麼複雜 我簡單講啦 他們當然也知道說 這幾個委員當然也知道說 其實快刀斬亂嘛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把黃珊珊給砸了 可是現在很簡單的問題是 你把黃珊珊給砸了 之後衍生的後果是什麼 就沒有人了嘛 民眾黨最大的關鍵 他的內部的實際的狀況 窘境就是他們沒有人才 他們沒有一個更適合的 你幹嘛 黃珊珊如果持續立委 接下來後面9到16名 如果其中一個女生 要上去地補她的位子 但問題是那個名字 你叫得出來嗎 你也叫不出來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你這個說法是黃珊珊 很樂意聽的 可能是替黃珊珊來辯解的一種說法 對這是我還沒講完嗎 我就問一個問題 黃珊珊甘起人才 我說比起其他人 我說比起其他人 我沒有幫黃珊珊講話的意思 你讓我講完 好OK 那接下來說黃珊珊自己本身來講 她當然會覺得說 你知道為什麼最近我這樣講好了 黃珊珊跟蔡壁如這種隔空 這個蔡壁如 這個蔡壁如這個前委員 也是 這裡這裡這裡 她宏理文中渣男 對對對 懂法 法律散法律 對對對 那她說就是黃珊珊應該負其權責 嗯 其實這樣的狀況 其實很明顯的看到的是 黃珊珊自己本身喔 她其實我認真講 她想當蔡壁如第二 她已經超越蔡壁如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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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蔡壁如其實到現在 都還是跟柯文哲的 這個暢通的管 他們的聯絡的方式 管他還是非常暢通的 嗯 但現在問題是 黃珊珊想取代蔡壁如 所以蔡壁如現在隔空的去 做了這些事情 可是蔡壁如為了是什麼 她其實她的初衷跟目的 其實非常簡單 嗯 我就是為了阿伯好 嗯 當初你民眾黨成立的目的是什麼 當初的柯文哲講說垃圾不分藍綠 嗯 但現在不好意思 垃圾已經不分藍綠 那請問一下這個情況 你完全是打臉你柯文哲嘛 而且柯文哲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他很容易聽信 他旁邊的人的一些決定 嗯對不對 包含其實他沒有 他其實是一個很難下決定的人 嗯 我們簡單講嘛 你當個醫生 如果你要判這個病人生或死 其實就是一跟零 嗯 但問題是 你現在作為了一個黨主席 他反而已經失去了 決定的這個勇氣 嗯 所以包含像開閘黃珊珊這件事情來閘 其實我覺得柯文哲現在也還在官方上 他還在官方上 你懂我意思嗎 嗯 他沒有辦法做決定 那旁邊的人一定會跟他講說 主席其實 珊珊沒有錯啦 嗯 錯的是這個端木正 所以你看嘛 就呼應到了嘛 前幾年記者會 他們一開始把錯誤的導向導向誰 端木正 隔一天馬上 隔兩天馬上告誰 告端木正 所有的錯都不是民眾黨的錯 都是段木正的錯 所以他這一系列 他其實是有個脈絡邏輯在裡面的 嗯 好來這個 如果這個柯文哲民眾黨不處理黃珊珊 我必須講啦 黃珊珊現在他主要面對的是政治責任 對 因為他是總幹事啊 他對於這些選務上的這些瑕疵啊 然後出了這麼大的包 那現在民眾黨幾乎要面 面臨到這個叫滅黨危機啊 那黃珊珊這個叫責無旁貸 所以他在釐清真相 釐清真相你說到底要怎麼樣叫釐清真相 釐清真相那 你說在在司法上面 那去等下釐清 釐清到一審二審三審對不對 釐清到什麼時候紅年馬月啊 釐清真相 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推託之詞 負政治責任可能第一步 比如說那個時候蔡壁如 我記得蔡壁如 為什麼這個蔡壁如委員 大家還會相對來講 會比較 怎麼講 比較 啃襲他或比較 對他比較有一點這個覺得 他可能是 是什麼 不是這一托裡面的這種共犯結構之一 或者是對蔡壁如委員會比較有好感 為什麼因為當時蔡壁如委員 我記得他應該是論文事件發生的時候 對 他第一時間是請辭不分區 那人家這個叫做負政治責任 他也可以沒有像你這樣推脫拉 對不對 但是黃珊珊現在 他擺明了他就是不想辭 他可能這輩子他自己選也選不上立委 但是我必須講黃珊珊如果就是說 現在問題不在黃珊珊本身 他當然不想辭 問題是現在是民眾黨 還有柯文哲 你能不能下這個斷然的這個決定 你必須這個要叫什麼斷尾求生 該怎麼講 因為你如果不對黃珊珊做政治上的處理的話 民眾黨現在內部已經 那個不平靜的那個力量已經起來了 太多太多要反黃珊珊的聲音了 包括我們那個時候訪問的陳清茂 清茂哥對不對 然後還有像蔡碧如委員 包括還有像晚會晚會晚會節也是 大家都已經民眾黨內部的這個情緒已經開始沸騰了 同仇敵愷 怎麼可以有人不負這個責任 怎麼可以這個時候你還不負政治責任 死皮賴臉的放在這裡 也就是說民眾黨如果不處理黃珊珊是她自己內部 她黨沒有辦法去壓住她的這個反對力量 這個不平靜 黨內就開始不平靜了 那你怎麼開始 你內部都不團結 你要怎麼開始一致對外對不對 所以為了先平復你黨內的這個情緒 你必須要對黃珊珊做政治處理 而且明快果斷的政治處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她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給客人 哈 咦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